簡單說 今天基本上講兩件事 第一就是這個 特惠 就是那個老人生活津貼 獎者津貼的問題 第二 接著就會講那個DBC 我們的跟進 就講到第二部份的時候 因為毓敏 就是這個委員會主席 他會退席 我想大家都 另外很有興趣就是議事規則的問題 我們一會兒都會補充 或者先講議事規則那些 等毓敏講一講 OK 關於那個財委會 就有這個委員 我們要針對我們的拉布 就提出要修訂那個財委會的議事規則 我們上個星期大家都看到 財委會經過四個多小時的激變 就都沒有什麼結果 接著這個財委會主席就會提交一個建議 就是這個修訂議員的動議所需的時間 有個所謂五加二的說法 就是說那個議員本身要修訂那個財委會的議事規則 就要五日之前 五個工作天前就要預告 另外如果其他議員要修訂 這位議員的修訂 就要兩日預告 這個我們都會拘捕他了 我們認為前面的時間應該長些 在這個部分我們會做一些修訂 目的就是要拉布 第二個就是當這個完成之後 他那個修訂動議正式放在財委會討論 然後要表決的時候 我們都會根據這個之前討論的結果 所謂五加二 十加一 或者十五加一個小時 或者無預告 這個決定了之後 我們第二個部分的第二場戰役 就是要針對這個議員 已經可以成功地放在桌面的這個修訂動議 我們會提出數以千計的這個修訂 就是要打一場拉布戰 因為這個是事關整個立法會 到最後的防線來的 我們不可能是會退讓的 所以那天我們陳志全議員在財委會 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我們現在要跟他們開戰 以及我們一定奉陪到底 至於法民主派有民主黨 說他們要無限期拉布 那就看他們的表現 我們就照做了 這個部分 所以先跟大家說了 我們不會讓他有機會得逞 至少在這個會期裡面 我們是不可能讓他可以在財委會通局 我們會用盡一切的辦法 這就是關於修改財委會議事規則的鬥爭 我們一定是奉陪到底 剛才的做法說了 大家不要搞錯 兩個部分分兩個程序 一個就是 究竟我們來的修訂的時間 有沒有時間呢 譬如37A呢 就沒有的 等於我們上次表演給大家看 拉這個五師十四角 我即時擺台面 就拿出來表決的 OK 這個就是關於財委會的部分 至於這個長者生活津碟 就交給我們的趙紮人 就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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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